你现在在做什么 我现在做直播 然后掩埋一些东西 做得怎么样 还行 今天这位女嘉宾画的是 面向大海看日出 太阳代表一个人的心里的温暖 她想把爱和温暖给身边的人 更重要的把自己的才艺热情 都能奉献到她的理想当中 但是提醒她加强人际关系 让自己的生活呢 丰富多彩起来 听听你今天的心愿好不好 来 说出你的幸福心愿 我的幸福心愿是 再次回到福利院 把这种爱传递下去 好 谢谢 怎么又想回去了 在福利院受到了很多 我感谢你 我感觉都不想回去了 我心愿是 有这个人 我相庇平的我的心愿 我愿意 我的靠近 有这个人 你 我 我 伤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谢谢 门后面还有一份惊喜 我们看一下到底是什么 大家好 节目录制后 在成都红辣椒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总经理曲洋 和银朗文化董事长赵晓叶的帮助下 魏美女再次回到了从小长大的宝鸡式儿童福利院 她看望了曾经教过的向日葵班的小朋友 并和他们一起尽情歌唱 一位福利院的其他残障小朋友 带去了他们生活和学习中的所需之物 和大家一起享受那一份久别重逢的幸福时光 好 好